有大批年輕人口移入到淡海新市鎮 讓在地學齡人口大幅增加 而如今未在新市二路上的淡海國小 也正式宣布改建完工了 在校舍裡頭包括拖嬰 還有拖嬰中心 讓新市鎮的居民們 都能夠就近使用完善的教育資源 走進校園 映入眼簾的是五顏六色的跑酷區 學童們在下課時間進行奔跑 灰灑汗水淡水新市鎮又有小學改建完工 跑酷遊樂區操場社福中心一應俱全 建築支柱更是以清水模工法建造 充滿現代設計感 新北市長侯友宜 三號親自到國小視察 與小朋友們熱情互動 隨著淡海國小的發展 我們可以見證淡水的人口不但增長以外 也淡水的發展 淡北道路淡海青鬼淡江大橋 來做玄階 人口不但會增加 我們國小做好營運準備 淡海新市鎮發展快速 隨著大批年輕人口移入 學齡人口也顯著增加 如今淡海國小正式完空後 這裡也將成為新市鎮學童們 就近上學的新選擇 教育是一個百年根本大業 隨著教育的發展 國中高中都要做好充滿的準備 一旁新建的社福中心 更是此校一大亮點裡頭 還設有公共托育、托老中心還有幼兒園 讓新市鎮住民們能夠就近使用完善教育資源 記得上網朋友的新美市參謀島